东汉永寿元年 曹操出生于佩国的桥县 这个少年放荡不羁 机智景敏 识人称其为智氏之能臣 乱氏之奸雄 青年曹操想做一个智氏精邦的名臣 不过此时的朝局纷乱不定 二十岁时 他出入仕途便在京师洛阳 以五色棒严肃法际 得罪了作奸犯科的权贵 四年后他受到牵连 免职还乡 二十六岁那年 目睹宦官作乱的朝局 他又言辞恳切地上书灵地 但他的建议再次被树枝高阁 刺杀宦官张让的行动 也遭遇了失败 这位年轻臣子的热血渐凉 他知道汉氏已经无法匡复 便不再禁言 公元一百八十四年 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在巨路人张角的号令下 纷纷揭竿而起 面对东汉国座昏明欲灭的火苗 曹操在率军大力评判的同时 也在地方倾诉贪腐 权贵们邀请他供谋废地 被曹操应声拒绝 五年时间里 朝局连续更迭 董卓的倒行逆施引来了十八路诸侯的争讨 但这各怀一心的联盟不久就烟消云散 建安元年的九月 四十二岁的曹操听取了寻遇等人的建议 迎献帝于许多 奉天子以令不臣 此后五年 他又凭借君主王岐讨章秀 秦吕布 定衍周 关渡决战的胜利将统一北方的任务 落到了曹操的身上 建安十二年 曹军在白狼山之战中大获全胜 三郡乌环和元氏势力已到终局 北方神州尽归曹家 四年 曹操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京楚 试图一举平定天下 赤壁之战的前夜 五十四岁的曹操在京吞江东的建船上 百感交集 横朔赴诗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他先是感叹人生的韶华意识 而后右眼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此时的曹操 风采卓绝 想要一睹曹丞相的风采 可以在二月九日到二月十九日 及时购买五星曹操的武将画像 横朔赴诗 画像可以用游戏玉符直接购买 并且永久拥有 同时可获得带有专属头像框的画像头像 解锁炫酷的登陆主题 快来率土之兵 体验群鹰风采吧 赤壁大战后 天下一城三分之势 曹操虽仍然实有征法 但主要精力已在经营内政之上 建安二十一年 汉县帝册封曹操为魏王 位在诸侯之上 虽无天子之名 已成君王之时 公元二百二十年的三月 曹操也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这个毁育一身的大人物 在群臣家人的哭声中病逝落阳 终年六十六岁 生于官宦之家 少年放荡不羁 二十岁城治权贵 三十六岁起兵陶董 四十二岁迎奉天子 五十三岁一同北方 六十六岁病逝洛阳 千秋故人已成过去 他的功过留待后人分说